听说隋唐那张脸是很多女人去整形美容的时候 指定要学的对象之一 那么在基隆有一位女大学生 她想要整形美容想疯了 竟然偷偷利用ATM转账把妈妈的钱转进了自己的户头 然后拿去削纸 龙笔 买漂亮衣服 妈妈以为说账户被盗领报警了一查 才发现偷钱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红色连身洋装背着包包 身材相当风予的女大生 走到提款机前准备盗领妈妈的钱 虽然用长发想要遮盖猪脸颊 不过实在太好认 让妈妈在警局一眼就认了出来 查阅她的提款记录 以及调阅提款的影像 发现一名女子设有重嫌 经通知盗案说明 其女儿也坦诚 基隆一名流姓单亲妈妈报案 说自己的账户半年来少了47万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盗领的贼就是自己的女儿 而且女儿把盗领来的钱 拿了二十几万去整形 剩下的都拿去逛街买衣服 挥霍掉 让妈妈实在好痛心 提领母亲的金额约18次 金额40余万 为了就是说给女儿一个教训 能难坚持提高 艾美是女人的天性 不过这位女大生 却偷妈妈的钱来抽职整形 不只伤了妈妈的心 也让还没出社会的她 留下窃盗罪的记录 这期新闻的陈怡玲 纪念不倒